尊敬的大德法师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诵经念佛 不但可以改变命运 使家庭幸福 工作顺利 还可以在你突然遇到灾难的时候呢 起死回生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荒山遇厉鬼冤魂 佛光指路死里逃生 这个故事呢我听了以后很震撼 我想呢因为这些都是佛友们亲自分享的故事 很真实也很贴切我们的生活 所以希望大家看了以后都能相信 这一句佛号 威力是无量无边的 不但可以使我们心想事成 还可以死里逃生 这位故事的主人公是今年五十多岁的佛来师兄 而发生的时间是二十多年以前 当时佛来师兄还是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而他当时干的营生 是走村过债 专门向山区农家收购古钱币的生意 下面呢就是这一位佛来师兄 为大家生动的讲述了他 自己多年前荒山遇鬼的一次经历 话说这一天傍晚时分来到了陕西河南交界处的一座大山下 目的地是对面脚下的一户人家 不过由于天色已晚 决定先到这一个半山腰的一户熟悉的人家呢 借助一宿 明天一早再翻山 那座山呢特别的高 一上去就是三四里路 一下来又是五六里路 过去的交通不变的时候呢 那个山上是一个通山的要道 后来交通方便了 都修了大路 就把那儿呢给废弃了 在那年正月二十七日的那天 天都快黑了 我走到那个村里收股前 要翻过这一座大山到山底的那户人家 我去年在那里见过那个东西 那是个七十六岁的老人 他有一个传家宝 他叫我去看 我把价钱都订好了 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七 我准备要去那里 再去买那个东西 那我就上山了 山路不好走 走着走着就黑了 不过路还是可以看得清 可是我走着走着很奇怪 前面没有路了 为什么本来有路突然就没有路了呢 我就想那就从右边走吧 右边是野草和很粗的藤条 我穿过缝隙往山上走爬山 原来呢爬不了几步就会气喘吁吁的 可是那次爬山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有人扶着 有人推着一样蹭蹭蹭的爬得特别的轻松 特别的快 脚底下野鸡也被惊得突噜突噜的乱飞 我心里呢也不害怕 走一走就到了山顶 往下一看 半山腰那家人的灯还在下面的左边 我一看坏了 怎么到了山顶上来了呢 既然走错路了就要下山 那时候天已经黑了 看不见路了 我当时也没有带手电 因为也不吸烟也没有打火机 我就伸脚往前蹭着走 像盲人摸象那个样子 慢慢的就下来了 结果又走到了原来的那个地方 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又回到原地了呢 前面就没有路了 我就想 刚才是右边走的 那这次呢就往左边走 可是 左手边一走 又爬回到了那个山上 一看那个灯 又在右手的山下 我只好又慢慢的下来了 又回到了原地 这会儿转圈没有路了 这可怎么办呢 事后我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民间所说的鬼打墙 一不小心脚下的一个树根把我绊了一跤 啪的摔倒了 我就爬起来说 这是要我的命啊 这话刚一说完就感觉身体像出了电一样 猛的打了一个冷战 然后是什么情况呢 哎呀 心里头就开始扑朗扑朗的害怕 跳得厉害 感觉有好多人在拼命的拽我的头发 我的手在头上使劲地扒了 再扒了也不管用 我心里就慌了 心想坏了 这下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因为记得古人说过 晚上走路会遇见鬼 可能是鬼来揪我的头发了 我就越想 心里越害怕 那一阵心慌的呀 就像是看到了一个豺狼 正张开血盆的大口 马上就要咬到我自己的头一样 当时让人极度惊悚 而诡异的是 虽然对他施以暴力袭击的力量 来源是无形的 但是还是可以清楚看见 那张扭曲变形的脸 我感觉自己的头皮疼得厉害 可是我用手去扒了 却什么都没有 然后看到自己的那张脸 就像一个在木棍上 被扭成了麻花的样子 就是扭得转筋了 整个变了形了 眼睛也是斜的 嘴也歪到一边了 我能看到 但看到以后 心里就更害怕了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呢 我就在身上乱摸 摸到了一个水果刀 水果刀上呢 有一个耶稣的十字架 我就把水果刀举在手上 拼命的喊 主啊救命 佛啊来救我 阿弥陀佛赶快来救我 我遇难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快来救我 那真是嘶哑的喊 可是你想想 那个山上周围也没有人 你就是喊死了 喉咙喊破了 也没有用啊 那就是病急乱投医的乱喊 咦就在这时 喊一喊 我看见前面有一个白花花的 还有个亮点 我想是水吗 伸脚一试 不是水 是路 哎呀 我想有路了 心里真高兴 赶紧就走 路越走越亮 白花花的还反着光亮 奇怪 就是有十几米长 发光的路 一直在我面前 我就顺着这条光亮的路 往前走 走着走着 我就想 会不会是因为月亮呢 抬头一看 心里就明白了 正月二十七 怎么会有月亮呢 没有月亮啊 这样一想的时候 头就不疼了 有点发木 脸也不扭尽了 就是有点发麻 心跳也慢慢缓和了 看到缓了过来 我念佛就念得慢了 心里就想着 怎么样赶紧走出去 然后走到了半山腰的那一家 我就打门问 我是陕西收钱币的 到你这来 你开门呐 让我在你这住一宿 可是怎么打门 人家也不开门 山区的人呢 都胆小 我说 你不开门 我就坐在你家门口了 可是他们家有两条狗 狗就拉着我的裤腿脚 不让我在那里坐 我想 这狗也欺负我呀 我又觉得身上很冷 一摸身上的衣服 全都湿透了 那是一身冷汗呢 怎么能不冷呢 我想 这可咋办呢 这不被吓死 也得冻死啊 这高山上是很冷的 我想没办法 那就走 翻山 到我要去的那个人家里去 就这样 一身冷汗 惊魂未定 只好转身 又往山上爬 而奇妙的是 眼前的山路 却依然的明晃晃 亮堂堂的 那一阵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板子 就开始翻山了 你想 那么黑的山路 我居然能看到路 路非常的亮 山下的灯 我都能看到 我心想 阿弥陀佛 就叫着阿弥陀佛说 终于见到有人家了 心里就不害怕了 有灯就好了 鬼都是怕灯的嘛 就这样 也许还是心里 自觉不自觉的念着佛 我终于走到了 要找的那户人家 我就到了大门口 大门怎么打 也打不开 我说 今天晚上 我非得把门叫开 我就去打窗户 在窗户底下 听到那个老人 正在呼噜呼噜的熟睡 打着呼噜 我就打着窗户说 我是陕西人 到你家来过 你给我打开门吧 把老人惊醒了 他说 哦 来了 他过来 把门给我打开 我进去以后 我说 你赶快 给我拿点水 我要渴死了 那个老人 把水壶拿过来说 娃呀 你慢点喝 出啥事了 我说 我渴死了 我要先喝点水再说 我喝了两瓶半的水 然后才把事情的经过 跟老人家讲了 老人说 娃呀 你这是年轻啊 你要是不年轻 你就过不来了 我说 那是咋回事啊 他说 过去那是土匪 劫道杀人的地方 那里过去 有一棵大柳树 柳树底下 有一个水潭 声音不见底 叫龙潭 土匪劫道杀人时 会把 有的人 扔到水里 淹死 所以 那里的冤死鬼 特别的多 阴气很重 本地人都知道 没有人敢走的 那条路 就此就断了 但是呢 阴气还在那里 当时 我听了以后 是一片的懵懂 直到后来真正信佛了 并专修念佛以后 才明白 这一次 大难不死 跟年轻不年轻 可是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后来信佛 才听人说 念佛名号 佛就能放光 能指路 我才知道 这原来是念佛的感应啊 念了佛以后 佛放光 我才顺利的通过 佛到这儿来 把那些 孤魂野鬼都超度了 所以 我才看到 当时的 光亮的路 当时感到不可思议 我说 为什么这条路 越走 越发光呢 现在我才明白 这是阿弥陀佛的佛光大爱 给指引的路啊 要不然我在三十岁那年 就报销在那里了 可以想象 当时在被群鬼撕扯的紧急关头 真的是冤飞浑散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我十九岁参加工作以后 只要看到有寺院 自己就会两手 合十放在胸口默念 那时候 不知道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 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三句 已经养成了习惯 一见到庙就立马有感应 马上就会念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 在这凶险的时刻 心里一下就想到了 阿弥陀佛快来救我 阿弥陀佛我遇难了 快来救我 我们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我们知道 也许 这就是佛来师兄的素善 前生都是修行过的人 是念佛的人 在阿赖夜市里面 已经种下了这坑佛的种子 所以才会在惊魂时刻 向阿弥陀佛喊救命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那个黑暗的荒山野路上 突然想起一声声 凄厉的阿弥陀佛快来救我 而瞬间法界极尊的阿弥陀佛 便应声显现 不但当下就化解了轮回众生 相逐相杀的一目惨剧 而且也将它们分别引上了 殊途而同归的光明大道上 这就是我们众生念佛 就能和阿弥陀佛有感应道教 我们身边时时刻刻都会有佛菩萨的护佑 为什么要让我们每天精进的念佛 就是让大家要养成念佛的习惯 有突发的事件和灾难来临的时候 一句阿弥陀佛脱口而出 他一定会现前保佑我们 平安无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